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正向报》的节目 录音时间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 这里我是Raymond Wong,还有新西兰《易得台阳》 节目开始之前,大家帮一下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输出去 还希望大家都要订阅齐我们的频道 包括《望向编辑部》、《正向报》、《浪费冷气》和主持们的《西台》 因为我们近期有些人搞投诉东西,真是很烦,这么小事 还有我们发现了我们的频道,有些人会自动退订 有网友告诉我们,哎呀,又被人退订了 真是奇怪,不知道搞什么 大家帮一下,订阅一下,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这一节就讲一下一些车谈讯息 第一样要讲一讲就是丰田 丰田公布了一件事,我也觉得很有趣 他就说2022年丰田和Nexus 雷克萨斯两个品牌的全球总产量 会去到1040万架 目前半导体或者晶片不足的问题 已经成为阻碍汽车生产的半脚石 丰田的一个务理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说,采购在2022年就会恢复正常 我们认为不会对这个生产造成负面的影响 那究竟是不是呢? 这件事我们迟些会再跟大家分享 短期之内是很难解决得到的 虽然中国有制造部分的晶片 但是现在汽车用的晶片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之后会有更多麻烦的事情会出现 相信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说奥迪威威 早几天呢 奥迪第一季的财务报告就公布了 那数据出来了 哇!很帅啊! 在第一季里 奥迪集团的销售收入就是 141亿欧罗 比同期增长接近13% 那究竟有多厉害呢? 现在要先说清楚 先说一下 销量 全世界来说 奥迪都是很威威的 对比起2020年的第一季度 2021年的第一季度 他们就卖了462828架车 对比起2020年的第一季度 就增长了31.1% 那你是不是听到很厉害呢? 哇!那么厉害呢? 但是最堅抽的不是欧洲 不是美国 不是墨西哥 不是巴西这些地方 最堅抽就是中国 大陆和香港市场 2021年第一季就卖了 207386架车 同比增长是83% 那其实中国是佔了 奥迪全球销量的差不多一半的 如果计算一下 很厉害的 那是奥迪全球最大的市场来的 因为在欧洲 整个欧洲他们才卖了 155,325架车 同比呢 还要是跌的 跌了6.1% 那在欧洲呢 如果你分开国家来看呢 那它在自己的组国 奥迪祖国 德国呢 他们的同比销售 是跌了24.5%的 是重创的 就是自己人都不买它的 其实奥迪这些车是有些问题的 就是很老实说 就是德国人都不买帐 因为始终都是有一些 可靠性的问题 对比起保马和Benz 不买帐是正常的 那去到B&O祖国 B&O祖国呢 其实就卖了29,422架 那同比呢 是跌了4.1%的 那法兰西 法兰西又增长啊 很厉害啊 法兰西呢 就卖了11592架 同比增长就是 26.4% 那当然啦 因为法国人自己都不买法国车 很奇怪 其实就是欧洲就是这样的 那还有就是意大利 其实隔离二叔婆那些饭是香的呢 是真的 真的 中外街市 世界通行 是啊 那法国佬就买多了很多 奥迪啦 那还有就是 意大利也是啊 意大利呢 就卖了16396架奥迪 那是打赢了他们的那个 爱快罗密欧的了 其实是 就是Alfa Romeo 但是Alfa Romeo 其实他现在有一只 那个 Julia 都是很漂亮的 就是当然啦 他的 折旧率呢 就快过他加速的 一扎出去就 立刻 立刻没了一够钱 哈哈哈 很惨的 其实就是 就是驾这些 欧洲车就是 最大的 是这样的 如果驾峰田 不是啊 峰田现在会升值啊 厉害啊 某些车款啊 需求始终也在 而且 都是较可靠啊 是不是这样呢 是啊 应该是这样的 那意大利 它就升了 也很厉害啊 31.9% 但是跟中国比 当然是完全没得比啦 那美国佬都厉害啊 美国佬都买多了很多 Audi 那美国市场 就卖了 第一季 54,840架 那同比增长是32.6% 那麦西哥巴西又不需要说 两个地方 我其实卖很少车 我都不知道为什麽它会登出来的 老实实 我都不知道 就是分分钟 澳洲都卖得多了 两个国家 但是澳洲的数据是 我是找不到的 不过不要紧了 就是澳洲我都不会建议人家买Audi的 因为呢 他们那个DNA呢 其实就服务比较弱低一些 不是不好啊 其实我以前都有一架Audi的 那服务都尚算OK的 其实就是他们那些DNA的服务 当然收得贵啦 收得贵 收得贵 但是 但是 你收得贵的时候呢 有其他人的服务是再好一些的 那Audi就 就是说真的 BBA里面呢 它算是最差的了 但是不是最差的澳洲 澳洲最差的其实是Benz 如果是要买BBA品牌呢 如果不是买广告的 我建议大家都是买宝马的 就是奥迪又是有个问题 都是 车有问题的 都是跟你拗的 跟Benz一样 那我自己就觉得不好 那最好 其实如果 比较豪华的品牌 我自己觉得 大路豪华 不是那些什么Low市 Low市那些另外一个级别 那些是普通人买不起的那些车 普通人买不起的那些 普通人买不起的那些 凌智这样说 凌智 BBA 凌智其实是好过BBA的服务 我还好些 凌智是好很多的 其实 那这样说 就是 大家自己都要 看看 看不看眼圆的 买部车 你就不可以纯粹说 那我买凌智 有些人是不喜欢凌智的 是觉得 肉酸的 有些人的态度就是 其实 始终都是觉得 是一架 有些人说 是一个穿了好衣的丰田 是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很不同 不是 同一个牌子 也是 不是吗 是 那有些人都说 Audi就是什么 都是大众而已 穿了好衣的大众 那其实 坦白说 不是的 是差很远的 其实是 品质是 好一大截的 那设计 是不是好些呢 我都认为是好些的 不过当然 每个人的 看东西的态度是不同的 那现在说回 就是他们Audi的销售盈利 好 第一季 14亿欧罗 经营销售利润率就是10% 税前利润就是17亿欧罗 好赚钱的 那好了 说完这一样之后 不是月美元的 那现在就要说一说内地的情况了 就是 哈哈 我们经常嘲笑的福特汽车 那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福特汽车 豁湖中国有限公司 向国家市场监管管总局备案 做一个召回的计划 那就由今个月14日起呢 就召回 2016年6月24日 至2019年9月20日生产的部分 2017、2018年款进口林肯大陆汽车 应该是Lincoln Continental 很多都出问题了 那照回共计就是 24,664架 哎呀 美国东西都不可靠的 我们经常都笑的 其实我们在节目都笑的 中国人很喜欢买美国品牌的车 其实美国品牌 在全世界都不是这么受欢迎的 唯独中国就特别轻香 福特里也能卖的 福特里也能卖的 卖皮卡车 福特里卖的皮卡车是泰国做的 跟美国是无关的 照回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车辆发动机就是引擎 和变速箱就是波箱 主动式固定支架 可能会发生液体浸漏 存在安全隐患 嗯 那么自回都算有良心的了 其实我觉得就 他不是像特士丹那样 你开车就乱这样开 就不会开 哈哈哈哈 不知道 那还有就是要讲一讲 内地的新能源车 现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呢 就当然很厉害了 讲一讲欧洲先 四月销量 乒乒上升 欧洲八个国家 四月新能源车量 销量去到13万架 同比增长就是 3.4倍 那当然了 低技数 有一样东西就是叫做 不过都是翻倍式增长的 那你全世界去看呢 新能源汽车 恩恩向荣 其实内地都是 那汽车行业 是加速电动化 那大家 大家 要留意就是 股价 就是动力电池 和锂电材料的 投资方向 这个不是我们的投资建议 不过是你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现在他们是会这样搞的 我自己就觉得 现在有些故事是吹大了的 就是我们其实之前有个节目讲过 有些故事是吹大了的 但是有些东西就不是吹大的 那你就要分辨一下 哪些是吹大 哪些不是吹大 我们都会尽量说哪些是吹大 哪些不是的 那你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 就大概可以拨开这个迷霧的了 你这样耻笑我 嗯 拨开古坛迷霧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是想这样说 我们不派订队的 我们不派订队的 不过 迷霧的东西我们能够拨 就拨开它 是啊 好了 讲一点点 行车提示 因为现在去到梅雨天气 我们给人的建议就是 如果那条路浸了 最好不要过 不要过了 一直给大家的建议都是这样的 是不会变的 因为我之前都 帮澳洲道路局有份做一个报告 就是 怎样可以管理这些会浸的道路的问题 那我没有理由在那里说的东西 跟我写的东西不同 在那里说的东西就是说给大家听 就是尽量不要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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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你那条路面上面画的那条线 已经看不到的时候 其实尽量都不要过了 不要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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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要说清楚 装了这个都不是万能的 什么叫做Storecow呢 就是潜水式吸气的入口 就是你可以洽水的 但是如果那个河流的流速是很高的话 你强行在上面过 有时候是会怎么样呢 就是你的车会被人被水冲走 就被人冲走 很少的水就可以了 其实算过那条数 很多时候不够10cm的水 其实已经可以冲走一部汽车 所以这些一定要很小心的 涉水就尽量不好了 还有有些情况下当然不是很大问题 譬如你过一些積了水的水淡 積了水的水淡你也要过的 那些是小心一点就可以的 但是过了一些水淡之后 壁滤是会湿的 所以就一定要踩多几下的刹车 令到壁滤干了 才不会负面影响刹车距离 如果大家看到有河流的流速的 道路被水淡了 那条路就有一条溪间 那条溪间就因为水淡而胀了 然后水在上面就涌出来 或者过那条路面 那大家就要小心这些情况 因为水不用太深 其实就要冲走你的车 尤其是驾驾小型车的网友 尽量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涉水 我自己是乱个人的 有一次就是下雨下得很厉害的 但是又很想快点回家 那条路就浸得很厉害的 那一脚踩冲一下 冲到回家就没事 但是第二天那辆车就摊不着 死了 那这个还有一个情况的 我在澳洲遇上这个情况 但是不是我的车 我老板的车 他怎么样呢 那就不怕了 老板的车 遇上这个情况 幸好是老板的车 怎么样呢 就是开了一下车 突然之间 那些水不知为什么出来了 其实下很大雨的 突然之间就 水位升了 那他打算摄过去 摄过去没有问题 打算 谁知一过的时候 他车吸了水进去 引擎那里 然后车就停在那里 哦 这么大 停在那里 以中 停在那里 停在那里 然后打好像煤一样出去 然后就摄水走出去 车就停在那里 就完全失败了 为什么 引擎做不回家 因为吸了水进去的时候 那些活塞全部都会坏 坏了 瓜佬活塞都会坏了 所以 大家都是小心一点 泄水是 不要拼啊 其实都是 如果你 继水 继得很运俗 那些很危险的 还有那些水是流动 流动着的话 其实 那个危险程度 是倍升的 是 好了 好了 那么这次节目时间 都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会再讲其他话题的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